欢迎收看七分之一 本周北京中高考改革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改革举措包括降低中高考的英语分值 提高语文分值 公众评论这是中高考改革的大地震 本质是承认几十年来哑巴英语教学的失败 更加重视母语教学 那么这会给英语教学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北京的改革方案是否会成为全国的风向标呢 请看七分之一记者第一时间的调查 10月21日 北京市教委公布中高考改革框架方案 其中降低中高考英语分值受到舆论的普遍关注 方案显示 2016年起 北京市高考的英语分值有150分减为100分 其中听力占30分 实行社会化考试 一年两次考试 学生可多次参加 按最好成绩进入高考总分 成绩三年内有效 而中考英语有120分减为100分 其中听力增加到50分 公众关注的焦点是 这是否意味着英语将被拉下神坛 持续了30多年的英语乐开始降温 那您觉得这次改革给公众来讲 释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比如说英语的这种教学当中 我们释放出一信号 要回到真正的语言情境当中 那么要把它回归到一门语言学科 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能力 那这样的改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解决目前教育的弊端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分值的调整 或者听力比例的调整 包括它的难度 还有提型的调整 都会对基础教育阶段 甚至幼儿园阶段的 孩子的英语素养的提升 具有这种引导的作用 此次改革方案中 高考英语总分猛降50分 首当其冲波级的就是高中学生 他们会怎么看待这种改变呢 记者前往北京知名的人大附中 进行了采访 我觉得主要还是学习语文比较重要吧 但是不应该就是英语的分数 降得太往下降 那肯定会吃亏 因为我一般我中考就这样理科不好 然后英文给我提高很多分 我就就是这样拉平才来人大附中 我觉得这样对学生的语言水平 提高也是比较明显 因为就是英语嘛 因为毕竟以后还是说的多写的少 对有些人来说挺好 对我刚才说就是有 久力有必然 说不清楚就是好事还是坏事 那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变化 英语这些课的话 它不是我们的国语 只应该说掌握一部分就可以了 也就是听说读写这一块的话 它能跟外国人交流就行 所以说没有必要后来抬到150分这么一个高度 人大附中的副校长沈宪章认为 改革方案从2016年开始实施 目前高一的学生会是改革后的第一批高考生 但毕竟他们还有两年半的适应期 这个改革对他们应该说可以适应 但这次改革从力度上看 毕竟是动了真格 对目前中学的英语教学必定会带来冲击 那么随着改革方案的出台 在教学方案上会针对性地做调整吗 初中这一块呢 显然要增加听力这一部分 就是不论再是像过去能说哑巴英语 要学生听说读写 样样都会 高中这一块呢 它是拿入社会考试 一定考两次 这样后呢就是应该说更活一些 学生应该说这个对学英语的这一块 这个牙齐相当样小一些 作为这次大手术的执行者 北京市教委透露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哑巴英语问题 中高考英语分数的调整还只是第一步 北京今后还将对小学英语课时 进行调整和改造 取消小学三年级以下 英语课教授语法知识背单词的做法 代之以英语互动游戏等方式 让孩子们从小就会用英语进行简单的沟通 北京市教委等部门目前正在研究具体的办法 这样一来考试改革的这把火直接烧到了小学 那如果说一二三年期的话 这小朋友学英文都是一种游戏的方式 可能像跟以前比较的话 可能词汇量啊 没有以前这么多 这方面你有考虑吗 其实也不是 你就是就像我们说中文一样 也没人说单独去背某一个词 认识某一个字 但是随着就会说了慢慢的 看着字大批大批的读 或者说就是说听说 自然就会会了 这是个过程 在玩中学 快乐叫学是吧 是这样造的挺好 但我总认为这个 对有一部分孩子好像还行 有一部分小孩 他可能不好好学 有这方面的担心吗 对 不论在什么样的那个教学方式 就别给孩子太多的 那个硬性的那种要求就可以 因为让他产生兴趣和了解这个文化 是最重要的吧 实际上 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全民英语热 已经达到白热化 从小学到大学 甚至工作以后的平定之称 英语都是必考重要科目 是学校普遍开设 且学成最长的科目 据保守估计 全中国有两亿学生在和英语死科 很多家长从幼儿开始 就把孩子送往培训机构学习英语 2012年 中国人学英语的花费 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在北京的这家培训机构里 38岁的彭辉虎正等着6岁的女儿放学 那既然在幼儿园可以学到英文 为什么还要到这种专业的社会机构来学习呢 现在因为都只一个 也希望孩子至少别输在这个习宝线上 第二呢 我小孩在学校里学的毕竟还是少 特别少 因为他好像学校好像每个里面就一节课 目前彭辉虎的女儿彭子倩 已经在这家培训机构学了三年多 每年的学费超过一万元 彭辉虎每周两次接送女儿来这里学习 每次都是下了班就赶过来 这让他感到身心具体 学得怎么样 学得怎么样 表现怎么样 那如果说不是为了应试考试 不是为了升学高考等等 还会让孩子这么早就开始学习外语吗 他如果高考的时候 他不考这个 他不就是那个高考总成俊 咱们也不愿意孩子这么辛苦 其实孩子累 家长也累 都是为了考试嘛 是不是 也是教育大量都弄得 所有的孩子都在学 我们不学也不可能 记者了解到 在北京发布英语考试改革政策后 许多教育培训机构已经闻风而动 开始调整英语学科教学重点 推出完整的英语听力教材 增加课堂听力的比重 北京的这场英语变革 对他们来说也孕育着新的商机 在教学方式上面带来的改变会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能够培养更多的英语老师 能够在每一堂的英语课上 用纯英语的全程用英语来教学 那么我们整个的语言教学的 这个更加流畅 根据这家教育机构2012年发布的 英语熟练程度的报告显示 在全球54个非英语母语国家和地区中 中国大陆地区全球排名36位 属于低熟练度水平 甚至远远落后于马来西亚 韩国和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 全民英语热的背后 却未能培养出令人满意的英语熟练度 这到底是为什么 于是有评论认为 北京的教改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这样子一个改革 事实上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帮助我们让孩子提高 他的英语的实用的综合运用 尤其是在听说方面的 这样一个实际的运用 这次改革改变的是 我们整个的这种教育教学方式 包括考试评价方式和结构的这种调整 它是一个立体的 所以我们希望广大的市民 包括学生 家长 来看待这次改革的时候 不仅仅是一张试卷的变化 它是背后一系列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一减一增 在中高考英语分数降低的同时 从2016年起 北京中考语文有120分上调至150分 高考语文从150分上调到180分 这个政策一出台 立刻引发北京市语文老师的热烈关注 我们今天听到消息之后 语文组就开了研究会了 就是说正对中考和高考的语文分的提升 我们该怎么操作 大家一直认为的话 这对我们语文老师来讲 既是一个机遇 又是一个挑战 是个机遇 或者说就是提升了我们这个社会前民众 对这个语文 对国学的重视 应该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的确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感觉到应该提升语文的这个价值 应该说在我们这次改革当中 母语和英语的学习 他们改革的迫切性是同样重要的 分值下降或者提升 并不代表它的重视程度 和整个的这种调整 分值的调整我刚才说到了 是回归它学科应有的这种地位 李毅说 从多年的高考时间来看 真正难学的其实不是英语 而是语文 而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 这么多年一直持续高涨的英语学习热 其实早就引发了教育研究者的不满和忧虑 两个科看起来是此消彼长了 您觉得这样的调整和变化 给大家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应该意识到 这次改革肯定是为英语回归它的功能定位 创造了一个契机 而不是降低英语的一个重要性 与英语教学的强势相比 我们的语文在中小学 可能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学科 那会不会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大家过分地去追捧语文 而轻视外语这种形象 我们的期待跟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目标一样 还是要培养一种具有民族自豪感 有国际交往意识和国际交往能力的一种 高素质的人才 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英语相对于其他科目 在全中国一直受到政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 有专家认为 过去对英语过分重视 才导致了对母语的轻视 导致很多学生的汉语水平严重下降 给持续几十年的英语热 降降温 既顺应了改革高考的民意 又展现了正在崛起的中国的自信心 和对国学的扶持 我们希望的孩子将来是兼修的 是能够全面的那种发展的 他是一个中国人 有很好的国人的这种素养 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气质 和优秀的东西 在他身上都能够体现出来 北京率先破冰 江苏 上海 山东等省市 也传来酝酿高考改革的消息 在各省市透露的方案中 都将英语考试作为改革的重点 一时间 关于英语该向何处去 引起广泛关注 那这次改革 在全国层面来讲 它有示范的作用吗 从大的方面来说 北京市和其他地区 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嗯 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 在改革方面 还是要在教育部的 统一部署下 结合各地的实际 保持一种改革的发展的节奏 和重点 目前关于北京这场 中高考英语改革的议论 依然在持续发酵 而它对于撬动 整个教育改革的未来 它的预论